世诗纪第十三章 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式人手中四十年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于弹芝派的 名叫马罗亚 他的妻子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 对他说 你向来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现在你必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 现在你要谨慎 清酒或烈酒都不可喝 各样不洁的东西也不可吃 看哪 你必怀孕 生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 这孩子从在母妇开始 就归神做拿西尔人 他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式人的手 妇人就回去 告诉她的丈夫说 有一位神人到我这里来 她的容貌像神使者的容貌 非常可畏 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 她也没有告诉我她的名字 她对我说 你必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 现在清酒或烈酒你都不可喝 各样不洁的东西你也不可吃 因为这孩子从在母妇开始 一直到死都必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 马罗亚就恳求耶和华说 主啊 求你叫你派来的神人再到我们这里吧 好指教我们要怎样对待将要生下来的孩子 神听了马罗亚的声音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 神的使者又来到她那里 她的丈夫马罗亚却没有与她在一起 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 对她说 那天到我这里来的那人又向我显现了 马罗亚起来 跟着她的妻子出去 来到那人跟前 问她 你就是像这个妇人说过话的人吗 她回答 我就是 马罗亚说 你的话应验的时候 这孩子的生活方式怎样 她要做什么呢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 我对妇人所说的一切话 她都要谨守 从葡萄树所产的 她都不可吃 清酒或烈酒 她都不可喝 各样不洁的东西 她也不可吃 我吩咐她的 她都要谨守 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请留下 好让我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 你虽然要我留下 我却不吃你的食物 如果你预备烦祭 就当献给耶和华 原来马罗亚还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马罗亚问耶和华的使者 你叫什么名字 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 我们好把尊荣归你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呢 我的名是奇妙的 马罗亚取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 在磐石上陷于那行骑士的耶和华 马罗亚和他的妻子一直在观看 火焰从祭坛上往天升起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在祭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 马罗亚和他的妻子看见了 就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没有再向马罗亚和他的妻子显现 那时马罗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马罗亚对他的妻子说 我们必定要死 因为我们看见了神 他的妻子却对他说 如果耶和华有意要杀我们 就必不从我们的手里接纳凡计和素计 也必不会把这一切事指示我们 更不会在这个时候向我们宣布这些事啊 后来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他就给他起名叫参孙 孩子渐渐长大了 耶和华赐福给他 在马哈尼旦 就是在索拉和乙石桃中间 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参孙 那中文字 et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